世界上最宅的哲学家是谁 有人说是康德 康大神一辈子宅在科尼斯堡 女粉丝邀请他周末去郊区采摘草莓 吃农家菜他都不去 但康德至少每天还出门塞散步 和城里的女粉丝互动一下 有人说是舒本华 一辈子躲在小黑屋吃饭睡觉 骂黑格尔 并且发型奇怪 是超级大灾难 但舒大爷至少还是个富二代 没事也去楼下的星巴克 搭讪一下新来的女服务员 最宅的我认为还是斯宾诺莎 她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还没有钱 她坐在小黑屋磨了二十多年镜片 只要东厨大白菜土豆没有吃完 她能在小黑屋待几个月不出门 往往是她进屋的时候 姑娘们还穿着超短裙 出门的时候她们都裹上了秋裤 我一笔斯宾诺莎宅的 应该就是那些身体强悍 精力恐怖 可七十二小时不睡觉 头已凸 家里自备发电机八个秒修复的程序员了 斯宾诺莎不仅是宅男中的战斗机 还是优太人中的优太人 从巴比龙王尼布加尼萨到 罗马的庞培 伊洛萨冷多次被洗劫后 优太人在全世界流浪被赶来赶去 而斯宾诺莎则属于流亡中的流亡者 就算流亡到了国外 她还是被教会不断驱逐 这实在是悲惨的宿命 优太人为什么不待见斯宾诺莎呢 因为他竟然不信神 斯宾诺莎的时代 信仰宗教和信仰科学属于一样天经地义的事 但斯宾诺莎明显是个另类 在所有人都在前程祷告的时候 斯宾诺莎说 造物主的本质并不是一个有着无限意志 无限能力的人格神 造物主其实是自然尸体 二十多岁的时候 斯宾诺莎就开始研读蒂卡尔的著作 他天赋极高 并且十分刻苦 对蒂卡尔的二元论和理性主义有深入的了解 教会看斯宾诺莎天赋这么高 就赶紧把他驱逐出了教区 斯宾诺莎这种否定旧约 否定神的行为 不单是对犹太教的挑衅 也是对基督教的不敬 教会的人早就看出了斯宾诺莎的寒沙摄影 于是他们快到斩乱马开出了他的犹太教级 斯宾诺莎的家族也和他划清了界限 教会认为斯宾诺莎被魔鬼附体 下令任何人不得和斯宾诺莎说话 因为担心飞沫会传染魔鬼的信息 所以他们要和斯宾诺莎保持两米的距离 于是被全世界抛弃的斯宾诺莎被驱逐出了首都阿姆斯特丹 搬到了郊区 开始了一生的魔镜片生涯 哲学天才 重攀亲礼 没钱没女朋友 吃不饱饭 还时刻面临着被教会的刺杀 精心写作的作品还经常被屏蔽和泄流 斯宾诺莎基本上混到了桑合大神的境地 我们知道欧洲无名的来源是希腊和希伯来 古希腊为西方提供了理性精神和罗格斯 奠定了西方艺术和科学 而希伯来的宗教为欧洲提供了超验和信仰 奠基了社会流理道德 而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正是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信仰的一次融合 他一方面研究自然本身 强调人类知识和理性认知的重要性 一方面强调上帝不仅仅包括了物质世界 还包括了精神世界 和许多学术能力和人品严重分裂的思想大事不同 斯宾诺莎是一个真正得意双心的人 做到了知性合一 当全欧洲都在因为他的自然神论谩骂和排解他时 他从不回骂 当教会驱逐他时 他默默搬离了教区 当他的姐妹为了争夺家中的财产而把他起诉 他最后即使赢得了诉讼 却还是把财产封给了姐妹 路易十四曾经让斯宾诺莎为自己的一本书写讯 作为交换 将回赠一笔不菲的费用 这对当时土豆都快买不起 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斯宾诺莎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但斯宾诺莎却依然回绝了大金主路易十四 他说 谢谢老板 但我想自己努力 1677年 一直努力着的斯宾诺莎 因为吸入太多的玻璃粉末 换费结核去世 年仅44岁 而世界对他的批评 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 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 人们不断对他质疑 批判研讨 直到最后 当人们真正走进他的著作和思想 人们终于发现 斯宾诺莎是一个如此深邃而丰富的思考者 荷兰把斯宾诺莎的肖像印在一千元的荷兰顿上 以此悼念斯宾诺莎 言行何疑 温润如君子 连罗素这种谁都看不顺眼的哲学大拿 提起斯宾诺莎都是一脸虔诚 他说 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中品格最高尚的人 而黑格尔说 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 德树分离是现代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成就和道德混为一谈 很多大师的人格有严重缺陷 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灿弱星空的成就 但像斯宾诺莎这种同时拥有深邃思想 伟大人格和悲惨命运的人 却更容易令人唏嘘 斯宾诺莎的一生如烟花寂寞 但她的思想早已穿越黑暗的天空 奠定了人类理性主义的黎明 那么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下期再谈